美高篮球钥匙盘点大家好我是Terry 这两天一位来自于理查蒙德高中的球员有惊人之举 他在一场高中比赛中49投28中 3分9 26投10中 哄下71分16篮板6抢断的数据 不仅帮助球队以118比52战胜对手 其得分比对手全队都多 更打破了北卡州74年以来的高中生单场得分纪录 这位球员就是已经承诺北卡州立大学的 2024届四星小前锋 身高66吹198公分的Paul McNeil 在比赛中 Mike Neil不仅凭借身材优势连续在篮下得分 更靠着超火热的手感 三分线外不断的命中投篮 甚至有不少NBA远度的三分进球 而对手球队一上来就被大比分领先 打到后面球员们也没了心切 从始至终不上双人或三人包夹 看着Mike Neil打破周记录 虽然在美高篮球的赛场上 赛程强度的确有高低之分 而且对手的实力常常参差不齐 但71分就是71分 这不仅代表了这名高中生球员 过人的技术 还有强悍的体能 Po McNeil现在在四大体育媒体上 都为排名50到60名的四星高中生 因为其所处的校队并非顶级强校 所以他在队中属于一只独秀 拥有无限开火拳 本赛季至今的场军得分为33.9分 上个月还在一场比赛中拿下过50分 而本场比赛之后 他的高中生涯总得分 已经来到了1952分 现在理查蒙德高中 本赛季的战绩为11胜5负 他们希望Mike Neil带领他们能冲击州冠军 而上赛季他们则在冠军赛中 输给了同州的篮球强项 麦耶尔斯帕克高中 此外 2024间另外一位顶级得分手 说唱歌手Master Pete的小儿子 Mercy Miller 继前几天高四职业爆砍38分 10篮板6助攻之后 又在昨天的比赛中 砍下29分11篮板 帮助圣母高中 战胜全美排名第6的名校 混血球员赫博所在的哈佛西湖 战绩来到了21胜0负 身高64吋193公分的Mercy Miller 本赛季持续炸裂输出 上个月也在一场比赛中 轰下国68分 打破了圣母高中 孝使单场得分纪录 此前一些人还认为 这名四星高中生只是乐赛高手 而本场比赛则又一次证明 他是有硬实力的 虽然在本周的全美高中校队排名中 圣母高中没有上榜 但他们如果能将全胜战绩保持下去 接下来成为全美前25的总资球队 指日可待 本期榜单中 最强白人高中生 Coopers Flag领军的 全美第一篮球名校 Monterey的高居第一 他们现在还是全胜战绩 最强新二代Kambuzer 率领的哥伦布 刚刚取得十连胜 本周升至第二 圣保罗六世排名第三 Link Academy排名第四 二五届全美第一AJD Bonsa 所在的Prolific Crap排名第五 拥有暴力后卫 VG Edgecom和小甜瓜的 长岛路德排名第六 而现在战绩是20胜两副的 哈佛西胡子排名第八 他们本周末将会对上 另外一支加州强孝 塞拉峡谷高中 后者昨天以65比42 战胜了圣弗朗西斯高中 战绩也来到了20胜一副 蝙蝠侠皮棚的小儿子 乔丹继孙 Justin Pippen 得到8分 4篮板5助攻一抢断 小皇帝詹姆斯赤子 四星高中生Brice 替补出战只有2分 一抢断一分盖的贡献 现在球队常规赛的比赛 只剩最后4场 接下来进入周锦标赛之后 如果Brice还是保持这样的输出 其高三赛季的成长 就很难达到赛季前的预期 他现在在三家体育媒体上 都还有四星的评级 甚至在安岁体育和Rivals上 都进入了同届前120名 而接下来则 很有可能会出现排名下滑 甚至是降薪的情况 兄弟们这本期视频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